我有一个朋友 他 荣耀玩得特别好 后来 后来他死了 不好意思 最后一季又是我的 我赢多少次了 才四百多次而已 不知道你有生之年 有没有机会超越我呀 少年 你不要太猖狂 人生的路可还是很长的 沐丘 你那边什么声音啊 听得到吗 喂 沐丘 沐丘 叶秀 这不好 我这 还有 我们的荣耀 谁留得早会如今 醉落苍穹 分裂定要并肩 常在荣耀颠峰 如今却只剩一人 多想放荣 那人 那人 那么 得以 真 那时候 有个跟叶之秋 一样有名的家伙 叫秋木苏 荣耀水平完全不在夜修之下 而且精通所有的枪系 精通所有的枪系 嗯 一个真正的神枪 那 他和夜修 谁更厉害 这个 他们一直是并肩作战的 他们之间到底谁强 我们也很好奇 可惜一直没有答案 那事没有 现在更不会有 永远不会有了 想念沐浴又乘风 重在这片阵长重逢 只是声调清晰的反应 母丘 你知道吗 当我看到一夜之秋 和一腔穿远并肩出场的时候 我心里想 你要守护着 来动 我看见绚烂剧中 你的笑容 千计算都落开 曾经过往重重 夜护的强火 已被别人操纵 冰天的梦 化为虚空 都是那光荣 已经刻成永恒 真正的想象 却被这时间成风 年轻的遗憾 谁又能够读懂 一切都只为 黄昏情终 君墨笑三十七次的连胜记录 大概会保持很久吧 不过 我可是一开始 就给你留下了超越我的机会啊 好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